浙江广赛南篮上赛季队史首次打进总决赛,无奈由于内线实力差距较大,总决赛被辽宁4比0横扫。 以目前广赛的阵容来讲,修萨西不作不敲,小飞机还是难有作为,可是到目前为止,CBA其他球队都在招兵买马,而广赛南篮却按兵不动,除了主教练李春天修萨西去了一趟欧洲考察外援之外,至今在人员变动和影员方面都没有一点消息,广赛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呀? CBA目前正处的休赛期,这期间全国U19青年联赛,趁如火如荼的进行着,经过为七八天的激烈比赛,最终这将广赛U19南篮,以巴掌全胜的战绩,夺得本届青年联赛冠军。 72017年首夺全国青年联赛冠军后,广赛队再次成功为免干下殊荣。 本届比赛,广赛队赵佳一荣赛会MVP,无销或蓝板王,而广赛队教练居海峰,也被评为最佳教练。 广赛队主教练李春江也更新了个人社交媒体,并对此表示祖贺,李春江在个人微博上,晒住广赛青年队,拿到U19青年联赛冠军的获奖照片并写道,厉害了! 小伙子们,蝉联一圈过青年联赛冠军,保持住,早点来一队,李春江这番话,应该会给小伙子们很大的激励,自己在青年队的表现,一线队主帅也是看在眼里的。 只要表现突出,是很有希望早日升入一队跟随明帅打CBA,像赵嘉义和吴宇佳这两大风险,都已经具备定战CBA的能力。 从,收入CBA一时,广赛队就非常重视青讯的建设,从此前的赵大鹏,到几年来被速成长的赵岩浩,吴金秋和孙明辉等,无不显示出广赛队在青讯上的成果,正是因为这帮年轻人的成长,帮助球队赛上赛季历史性的杀陷了CBA总决赛,虽然最终不敌辽宁队,但是广赛队的未来是光明的, 在后背力量的储备上,广赛队逐渐已经不容忽视,这也是广赛队休赛期没有动静的原因之一。